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回來看這個Pot 3 Lego Transformer Omega Prime Pot 3 所以後來 記不記得Granblock 他的那把火焰的大劍怎麼了呢 後來分屍了以後 嘿嘿,大家應該看不出來 因為他的顏色實在是太混亂了 那我們翻過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嗚 老實說他站得有點 算是非常的不穩 這麼說 因為他的 重心是往後的 而他的腳居然是在前面 所以他的後面的部分呢 我就將他 這裡 大劍他的 柄 他的中間那一塊呢 在這裡 做一個也是跟Ranget 一樣的Meglei的一個 Lego Transformer Meglei的一個樣子 當然不叫Meglei啦 因為 因為 是有點 拷貝人家的 創意 那 另外一把 因為斷成很多結 第一結在這裡 第二結成為他的一個肩膀 後面看不怎麼樣 可是前面看真的蠻酷 因為好像他的肩膀有做一個強化一樣 他 不能夠拿來玩 因為他實在是有點脆弱 而 握的那個餅 就是 Renlock 他的小手握的那個餅在哪裡呢 在這裡啦 做成一個很像 一個 一個 盔甲的一個樣子 在三位 他的 腳這邊 整個 Omega Prime 他就是佔流 有點 很 很快的一個樣子 嗯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可是我自己覺得很 蠻酷的 那 他的大小就是這樣子 大概跟一個汽水罐差不多高 那汽水罐先放旁邊一下 那 他其實沒什麼好介紹的 後來 因為他的臉 我已經想不到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看起來酷一點 嗯 好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不是這個影片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還是將我們的有兩把小劍的 可愛的 Legend Optimus Prime 出來一下下 Yeah I'm back I'm back I'm back I don't die 因為我有點爛意思是他好像有死過 欸 對呀 你在Revenge of the Fallen有死過 Oops Ow 所以他的 有做兩把小 我有將他做兩把小劍看起來好像有翅膀的一個樣子 有人 呃 在另一部影片就是用一些很簡單很簡單的Lego 做了一個G1 Optimus Prime的一個小車車 呃 算是收視率蠻高 可是唯一的缺點是 居然有人跟我說 你是不是太無聊 但是我要回答你的是 當然不是我好像在讓你出 看這個影片是好像在罵你 但是 如果你覺得是這樣我跟你道歉 但是 我想跟你講的是 有一些人 他們覺得 這樣做比較有創意 用自己的手 用Lego Lego的積木 做出來的 Transformers 的確是獨一無二 沒有人有 沒有人有第二隻玩具 所以 呃 如果你說是不是太無聊 的確不能夠 的確這句話是不能夠鼓勵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真的非常有創意 我在 只要你在 YouTube 上面的地方打 Lego Transformer 或者Transformer Lego 什麼的 一定可以出現 非常非常多 Transformer 而且是用Lego 製成 而這些人非常有創意 當然年紀一定是都是蠻小的 可是他們真的很棒 所以 Optimus Prime 830705 這個名字在這邊做這些Lego的影片 只是希望有人以中文 因為沒有人用中文做這個介紹 所以我想讓這一件 這個玩具能夠發揚光大 好像不是這樣講 好像我很偉大 但是不是這樣 那 呃 評論 真的 我很感謝你們訂閱我的影片 那 從之前 呃 可能是去年十月 或者是前年十月吧 我忘記了 你們一直支持我的影片 所以我非常高興 謝謝你們 呃 給我一些 當然給我一些 呃 鼓勵的話 也有一些 批評的話 但是這些都沒有關係 以些些 希望 希望你們繼續 呃 給我一些建議 那 我們繼續回到這個玩具本身 Legend Class的 Optimus Prime 在第一集的玩具呢 它真的 不算是很高的玩具 因為這個瓶子只有它的兩倍的高度 哦 Omega Prime呢 這個樣子 是成為一個很像 呃 哼 The Last Class的一個 呃 size 那 的確 Optimus Prime 跟 Omega Prime的高度 本來就是有差的 就是差 大概差這麼多吧 應該還要再差更多一點 那 我在日本的 玩具的卡通上面有看過 Omega Prime好像是 Optimus Prime自己進去 跟人家合體成為的一個變形金剛玩具 好 那就是 那 我自己做出了這個單元 這放這樣會不會比較好看一點 看起來好像變成一頭牛一樣 好吧 那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這些影片 我的這些影片 我的這些影片 大家 本身有支持的 謝謝你們囉 那 他 我跟你們講過 他會繼續在旁邊為我們 跟我們一起 做這些影片 這是跟他 讓 小Prime跟大家道謝一下呢 90度的敬禮應該構成致敬了 好 那謝謝你們觀賞這部影片 謝謝 拜拜